7月18日,北京监狱就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提前6年出狱,李天一已被安排出国等传言发布通报辟调,通报中称,李天一,目前仍在监狱,没有减刑和假释,李双江出生于1939年,有过两个月。 此婚姻,1990年迎娶第二任妻子,比自己小27岁的学生孟哥,早前孟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,是自己主动败是李双江,我走上前去,充满崇敬的对他说,李老师,我唱一句歌给你听听,他略略一惊,随即脸上露出一丝佳许的神情。 刚唱完,他就带头夫妻长来,就这样,我们相识了。 李老师,如果您觉得我还可以的话,以后我有机会想跟您学一学。 李双江和孟哥的儿子李天一,出生于1996年,小时候的李天一,据说多才多艺,四岁时就做过深奥形象大使,童年开始学习钢琴,八岁学书法,十岁时加入中国少年兵球队。 还多次在比赛中获奖,李双江,夫妇当年参加节目时,就多次分享教子经验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李天一却越来越不争气。 2011年,15岁的他因无罩驾驶,和剧众打人事件,被拘留教养一年。 2013年,李天一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,7月18日,前央视主持人阿易转发李天一情况通报,并配完接李双江老底,称李双江之前上节目时,分享错误交字理念。 夫妇俩甚至在演播室内就会争吵,想起李双江住客案的夫妻剧场,给大家讲述教育孩子的经验。 有一句话他说了三遍,遇到事情招警察,缺了钱花找爸爸。 那期节目解了他们夫妇在演播室里的两次争吵,成功塑造了一对二教子友方的和谐夫妻形象,获得了优秀奖。 有网友回应,这属于披露别人隐私,老师,阿易转发并回复,所以应该造假。 对于该回应,网友也展开热烈讨论,有人认为按真实情况播出,孩子说不定现在好好的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即使他们做法确实欠妥,阿易也不该这样揭牢底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